Yes, G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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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d 等等,等一等 一等 掩飾 當官堂化身為拉昆士 又要由誰來拯救呢? 大家好我是Norman 萬聖節已經在 相信有少於鬼屋或恐怖體驗館玩 不過作為Gamer的我推薦大家 今次來Resident Evil 2 Embedded Hong Kong的恐怖體驗館 就跟Resident Evil 2一樣 可以讓大家扮演男主角Leo或女主角Cara 去分別走不同的路線 把觀塘的駱駛中心 改成Resident Evil 2裡有拉昆市警署 Leo的路線就會由六樓開始走起 是時候讓大家看看有多恐怖 對 這邊是這邊 謝謝 我們知道要去哪裏嗎 媽媽 附近可能還有一些措屍在裡面 死得了 我要去那裏拿東西 糟了 我叫Leo 但我現在甚麼都沒有 你們知道要怎樣 經過了辦公室去到玻璃門就可以了 他死了不用怕 快點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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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有嗎 快點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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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 都不開不動 快點走 快點點走 快點點 快 你們知道要怎樣 門啊 糟了 很像烤GE 穿了 很像無法開口 怎樣了 救命啊 看完我玩是不是很恐怖呢 其實剛才那個只不過是Leon路線的一小部分 其餘部分就不劇透大家了 如果有打開機的朋友就會覺得 為什麼那些場景好像這麼熟悉 那個警署門口 Leon的桌子 甚至是Locker房 其實都是遊戲裡很出現的場景 相信有打開機的朋友一定會更加開心 這個恐怖體驗館即將會在10月17日開放 有興趣的朋友就不妨自己來 還有看我們篇文的場景介紹 拜拜